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得圣物跟珍珠 它的一个象征意义是很神圣的 很贵重的东西 那相对的耶稣提到的狗跟猪 当然不是去贬低 或者是轻视这些动物的意思 而是配不配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一种贵重的东西 像珍珠 像这种圣物 那给一个不懂得珍惜的对象 值不值得 给他们有什么用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 马逗的一个记载 主耶稣先讲到的是 不要判断别人 昨天的福音 不要批评别人的一个教导 这是一个属于神性的一个教导 这么有价值的一些理论 这么好的一些道理 那么神圣的教导 那必须要怎么样 有一颗相称的心 我们要有智慧 去聆听这些天主的道理 而且还要去接纳他 所以不只是聆听 要听懂 听懂了还不够 那还要接受 并且活出这个真理的教导 这是耶稣基督主要的一个概念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怀好意 或者很轻视 或者不在乎天主的这些 所谓的圣言的价值 任意的解释 或者歪曲了这些天主的圣道 这样的做法 耶稣说了 就等于把圣物丢给狗吃 把珠宝丢给猪 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糟蹋了 那更糟糕的是 有些人不但不珍惜这些圣物 还可能反过来 来攻击或歪曲这些真理 进而攻击那些讲 真正宣讲真理的人 那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知道 要遵守天主的圣言 跟真理的规范行走生活 当然他知道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毕竟走大路 宽敞的路 人人都愿意的 可是走那个窄的门 狭窄的巷弄 不是那么容易 没有人喜欢走的 我们也应该都记得 耶稣基督曾经在福音当中 告诉我们 谁愿意跟随我 怎么样 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了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这是马逗福音的记载 换句话说 跟随而且实践真理的人 要怎么样 受苦 甚至会被杀害 最后会丧失了性命 那不管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年龄 工作地位 我们是平信徒也好 我们是修道人也好 我们是神职人员都一样 我们都可以想一想 主耶稣基督对我们 做出了招教 而我们也都对这份招教 也真的回应了 所以我们成了平信徒 成了教友 我们成了神父 成了修女 都回应了 但是够不够 回应了不够 也就是说 那我们珍惜这份圣招吗 那我们有忠实地 回应了这份招教吗 还是说 我们浪费了天主 给我们的恩赐呢 那我们也一定听过一句话 叫报典天物 一句成语 那这句话 起源于桑咒王的时候 这个被称为 报君的皇帝 事实上 在根据历史的记载 他在登基的时候 刚成为君王的时候 他还算是一位 历经屠治的 一位很好的君王 而且很有才华 很能干 可是呢 后来随着他的那 的工业 攻击 伪业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变得怎么样 骄傲 蛮横 开始走到一条 所谓的荒淫的道路上去 所以 他有杀害了很多的人 所以报典天物 这个成语就是 祸害森林的意思 那 刚刚提到了 桑咒王其实一开始 他不是一个坏的君王 很有才能 然而怎么样 他不珍惜 不好好的善用天主 给他的那个所谓的 塔冷通 他的才能 最后呢 被世俗所控制的 然后过着一个 很奢华的一个生活 结果就做出 伤天害理的事情 危害人类的生命 等等 一个残暴的君王 那 唯一一个 信仰的人而言 就我们 那 相信我们从灵洗开始 我们都有过很积极的 还想要好好的过 信仰生活的时候 那我们师父很努力的 尝试的 用我们的生活言行 跟我们周围的人 给他们 从我们身上 看到生命的希望呢 我们有 让他们在我们身上 看到基督的真理吗 那 甚至我们有没有 协助我们旁边的人 过一个基督化的生活 透过我们 让基督也圣化他们 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 教会 一定有圣化社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但是 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 那么教会 肯定会被世俗所俗化掉 一定的 因为我们不圣化他们 他们就会俗化我们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我们 求天主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努力 跟天主合作 珍惜这个招教 同时也活出 这个招教的使命 愿天主降服我们 愿天主降服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